儿子是千万富翁 八寻父母却窝居山洞 头发蓬乱 皮肤有黑 和十几只狗同吃同处 以乞讨为生 眼前这位老人名叫陈绕成 八十岁 身材勾楼衣衫蓝绿 精神还算不错 大家都叫他陈爹爹 老伴也已经七十八岁了 看起来目光有些呆滞 夫妻俩在湖南省平江县 有一处平房 红砖垒气 但是没有窗户 屋内的墙上盯着一块牌子 保障性住房 房间内杂乱无章 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几块石头 加一个黑漆妈屋的锅 就是厨房 地上堆一堆泥板 被褥往上面一堆 就是两人睡觉的地方 小狗小猫在上面肆意走动 地上到处都是排泄物 平时两人不住在这里 执意窝居在屋后 又黑又冷的山洞中 这是以前人家挖石头留下来的 总共有两个 一个比较深 一个比较浅 但都不到一米宽 弯着腰才能行动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坐着 和十几只野狗野猫挤在一起 这一住就是应年多 饿了就上外面乞讨 讨钱买米 等没米了 再出去讨 一份盒饭 都舍不得一次性吃完 剩下的用盆子扣着 晚上一股脑 倒进锅里 接着吃 一次偶然 一位旅友在山上 发现了两位老人 一番交流 老陈称自己 有个儿子叫陈亚南 四十来岁 是个千万富翁 在中央和省里 都十分出名 而且在平江县 有很大的生意 楼房 铺面 多到说不过来 不仅如此 他还有十一个子女 光婚礼 就办了很多场 但已经七年 没有回过家了 儿子是千万富翁 父母 为何窝居山洞 过得如此凄苦 消息一出 瞬间引起 多方关注 大家纷纷赶来 施以援手 帮他寻找儿子 按照老人的说法 陈亚南 其中几家店面 就在步行街上 这里是县城 最繁华的地方 铺面 价值不菲 能在此拥有很多店铺 和十一个子女 应该是个超级大老板 做生意的 应该有所耳闻 但记者多方打听 询问商家 却无一人知晓 没听说过 陈亚南这个人 更别说 有十一个孩子的大富豪 四处询问无果 记得来到当地派出所 按照老人提供的信息 查找陈亚南身份住址 结果 万万没想到 户籍系统 显示 查无此人 如果名字没错 那很有可能 是他离开本地 移了户口 或者 此人已经死亡 为了搞清楚 记得找到街坊四邻 打听情况 没成想 大家一致认为 老两口在湖边乱造 搞不清楚 两人精神是不是出了问题 整天说这个说那个 太过稀奇古怪 整天说这个村子 没一个好人 都是坏人 实在懒得没得治了 年轻时不肯误弄 靠筛沙子过日子 还总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年老后 每天逼着老伴外出乞讨 自己给家瘫着 老婆讨到了米 老公就有饭吃 没有讨到就没饭吃 知子莫若父 老臣其实很清楚 儿子的底细 邻居纷纷表示 他们确实有一个儿子 不过 可不是什么千万富翁 而是一个乞丐 去年曾有人看到过 他在县城饭店 四处捡别人的剩菜 晚上就住在县城大桥底下 记者急忙赶到大桥下寻找 但从白天等到深夜 都没有发现一个 叫陈亚南的人 或许是因为天气过于寒冷 无人居住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县城一位敬老院工作人员 联系了记者 什么千万富翁店铺楼房 都是假的 陈亚南45岁 确实是个乞讨者 一直单身在外流浪 刚开始沟通还算正常 但说的多了 就开始表述不清 两年前就住在当地的 一座桥洞里面 工作人员发现后 立马把他送回家 跟叔父住在一起 没成想 刚过几天 陈亚南再次跑跳 此后音信玄无 再也没有回来过 考虑到老两口生活无法自理 年事已高 无人照顾 当地政府将两人接到了敬老院 刚开始 陈婆婆住了三年 一切正常 后来老陈来了一个月 就嚷嚷着要回去 老房塌了以后 乡政府给他盖了保障性住房 有床 有锅 有灶台 不仅如此 还给老两口办了低保 一年补住八千多元 足够生活 无需外出乞讨 但老两口却越发怪异 直接在吃饭的锅里洗澡 三天后 老陈干脆一把火 把灶台 床 衣服 当柴火 全部烧掉 放着好好的砖房不住 却对山洞情有独钟 拉着老伴在里面过日子 乘这里一直下雨 和平房相比 山洞里更干燥些 呼吸起来更加舒坦 而对于那些补助金 老陈总是忘记 自己把钱放在了哪 花在了什么地方 有时 甚至会在山洞的土里 找出几张 谁叫他 他都不应 他根本没有精神问题 只是太过固执 还不愿跟人打交道 所以才让大家误会了 对此 当地村主任十分无奈 几次跑来劝说 希望老两口 能到敬老院生活 安度晚年 但回回都是 陈婆婆一人同意 老陈自己不愿意去 也不让老伴去 称自己 不能一个人睡 这边刚劝到马路上 准备前往敬老院 那边就突然发怒 一遍遍叫喊 老陈十分固执 听不见任何劝说 当地主任有心无力 只能承诺多过来看望两位老人 只要生活上有需要 或者生病需要治疗 都会尽快解决 或许老陈早就清楚 儿子的真正身份 固执地守在这里 应该就是 在等着儿子的衣锦还乡